到达九江收费站 终于到了 我要去人工 九江 我们从这边上高速了 今天争取人跨到 跨到湖北上 要跨到湖北上 你确定你行吗 不行就行啊 今天必须要到湖北上 不到湖北咋办 这到处都是疫情 得赶紧跑了 你好 你好 我还可以走了吗 1.2公里后靠左行驶 好了顺利进入高速 我都不敢走国道了现在 因为我没有核酸 不能走国道 然后天下眉目之地 九江再见 好了出发 好了已经进入 排室服务区 就在这个服务区 排室服务区 它是属于湖北黄石 已经进入湖北界了 今天就在这个服务区休息了 本来是想要 这个这个画的这个东西是啥意思 看不懂 然后别的车都不停在这里 但是我们车想着停在这里会 安静一点 这边都是大车停的 然后他这个地方画着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这个东西 这是个女生吧 然后我停的那个停车会画的 也是这个也是这个造型 不知道能不能停 反正大家都不停 但是我是停着的 不知道为啥 然后 然后你看这边都是停的一排排的大货车 斜着放的 然后这边是停小车的 感觉没有栏杆没安全感 所以我们就停在这个有栏杆的地方 反正宽度长度都是一样的 前面还溜一溜溜 这边就是公共卫生间 这个服务区还挺大的 可以吧 好了 警长就在这休息了 这点什么意思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也很想知道 今天晚上的菜一个凉拌菜 下面是皮蛋 等一下再过一个热油就好了 然后中午的剩菜这个小鱼没使得扔 加点辣椒 再继续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给我拿上筷子你又还在吃了 干活没有呢吃就是用呢 淋点热油 我没说他牙疼给他凉拌个平淡下下火 够不够吃要不再放一个黄瓜 不要 够了 那还有一盒凉菜 还喝凉菜啊 你还喝凉菜把这事忘记了 要不要冲上鲜蛋 你都冲凉还让我冲菜 咦你最好大 哈哈 好吃不 好好吃 不好吃打你最不好吃 鲜蛋咋样 可以 可以拿就这样子哈 好了我再炒辣椒 这是今天中午剩下的鱼 把它给炒一炒锐热就好了 辣椒干扁一下 我这个辣椒是嫩辣椒来的 这个就不辣 好了吃饭 为什么刚做完饭就要把这东西收起来呢 因为这是一个停车场 旁边就是一个停车位 做完饭之后要立刻把这些板子收起来 包括这个布梯都要收起来 以防万一有人 比如说疲劳驾驶进入服务区 没有看到这些布梯撞上了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我们在车子里面的时候 就这东西全部要收起来 你看这个饭做得特别快 这昨天吃剩下的凉菜 这个是我自己凉拌的菜 这个是小鱼 加点辣椒 我带了再从家里来带了很多辣椒 搁你吃的我跟你讲 过来走呗 今天是真的饿了 从北山下来一直到现在 车一直没有停 狂跑了下山三十多公里 高上跑了 到这边六十公里 然后那边是二十多公里 八十三十 跑了一百差不多将近一百二十公里 三十多公里 你在干嘛 干啥 吃药 喝药 你咋的了怎么又喝药了 哈哈哈哈 你怎么就喝药了 啊 牙齿 不听话呀 你吃橘子呀 吃辣椒呀 你怪我 这是你做的 饭啊 这都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给你 parasite 我给你治療 stadium的 我養羊的 你想 ideas